这是我们送除的SCEK15的这一个电水壶 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整个都是用304号的这一个食品剂白杆 那么呢它的最高水位是到1.5的地方 如果有些人他讲我要喝比较少 我可以煮少一点吗 可以的你可以放到这边 你看到0.5的这一个地方呢 也是可以的 你可以跟着里面的水位 来放最低或者是最高的这一个线点 当你打开电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边它有一个温度 这个是你水里面自己本身的温度来的 那么呢 你要开始煮的时候 很简单 你只需要按这一个 当你按的时候 它会变成100 那么你会在这边看到ECO 它5秒钟之后呢 它就会自己加热了 好 当它滚到100度的时候呢 它就会自动的帮你CUT OFF 也就是说帮你关电 OK 你看到它开始在煮啊 如果到一半你要CANCEL 或者是它煮好了 你要关电 很简单的 你只要按住它 2秒钟 它会自己帮你关到完 如果你要保温啊 你听到嗶嗶嗶嗶 告诉你水已经滚了 之后你要拿来保温啊 你就可以按这个啊 OK 它告诉你这个茶的 这个是咖啡的 或者你是要泡牛奶的 OK 一个半小时之后 它就会帮你自己关电 OK 现在你看到你的这个水壶 是完全没有荧幕的啊 你要知道你里面的温度是多少 你按一下 它就会显示出来 就会显示出来 然后再次我转发一下 你会显示出来 你会显示出来 你会显示出来